小朋友開心的丟海藻饅頭 吸引魚類前來祕食 但是有當地店家指控 認為台東富山護漁協會 壟斷當地海藻饅頭的市場 不只強迫店家進貨 而且每賣出一個饅頭 協會就要抽擁五元 認為不合理向縣府檢舉 店家表示遊客如果想要餵魚 就必須花二十五元購買 呼籲協會特製的海藻饅頭 不符規定饅頭 也會受到協會的管制 但是管理單位台東縣農業處 卻表示沒有強制規定 農業處強調 為了防止海洋生態 受到影響 海水受到污染 才會鼓勵遊客使用 特製的海藻饅頭來餵食 但是當地的族人卻認為 這樣的保育方式 已經破壞了海洋食物鏈 既然保育的營 你為什麼要餵食它 保育歸保育 還是盡量不要去餵食 比較好 以賦魚為名 就是以觀光才是它的目的吧 那個整個是已經在污染海洋 污染整個環境 不是在保護那個區塊 面對外界的指控 富山呼籲協會表示不用回應 一顆藥價二十五元的海藻饅頭 是為了保育還是為了利益 縣府表示將會進一步了解 記者朋友在台東北南採訪報導